113位立法委員 幾乎有一半是新進的立委 難免會有碰撞磨合 我們也打架吵架拉扯 16號立法院結束第一會期 會後院長韓國瑜結宇 口中的打架拉扯 成了碰撞磨合 言語中雲淡風輕 但韓國瑜上任以來 立委衝突不斷 在藍白人數優勢下 將立委郭國文 中加賓送紀律委員會 回顧國會擴權法案 立法院全武行沒停過 5月17號立法院會 而沈柏洋則是在廖偉祥 邱政軍等人暴力下 重摔在地鬧震盪 郭國文進攻主席台 被藍尾推落高台 導致尾椎骨折 至今滿兩個月 還負傷穿上護具 還沒康復 而中加賓跳上主席台狡猾 鋪倒藍尾陳金輝 以及郭國文強的秘書長 周萬來手中文件 兩人紛紛被送往紀律委員會 也被外界質疑 半綠不半藍 動手藍尾卻都沒事 他作為立法院院長 並不能公平的主持議事 甚至雙標 為了選辦法 徐曉星一腳踩在蔡易瑜身上 企圖突破綠尾人牆 我幹嘛 王鴻薇甚至動手暴打林楚音 連耳環都噴飛 眾人尖叫之際 王鴻薇持續攻擊 動手舉動 讓律委不經想問 應該調和 抵耐立法院長韓國瑜 公平在哪 韓國瑜昨天是假慈悲 真正讓整個立法院大亂的 就是施暴者 反而國民黨施暴的人都沒有事 我們受傷了 要被送去激烈委會 這公平嗎 粉會期開議五個多月 國會議場上演幾場全武行 院長韓國瑜是否中立 畫面會說話 三雄和孟主 月光臺報道